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文帝前缘六年 汉文帝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竟然召集了七十个人 用四十辆车准备谋反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谋反简直就是个笑话 很快他就兵败被抓进了监狱 随后不久淮南王刘长竟然绝食而亡 汉文帝接到这个噩耗放声痛哭悲伤不已 可是让人奇怪的是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事 人们却认为对于淮南王刘长的死 汉文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刘长谋反和自杀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人们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汉文帝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史记者文景之志第十一集 兄弟之间敬请关注 汉文帝前缘六年 汉文帝唯一在世的七弟 淮南王刘长在入蜀的途中死去了 而且这个死是绝食而亡 汉文帝为此龙颜大怒 下令把所有沿途附在结代的县令全部处死 这个决定说明汉文帝对这个事情是高度重视 反应是非常强烈 但是这个消息的和处理的背后 隐藏着一大堆的为什么 第一 淮南王刘长放着好好的淮南国不待 为什么要到楚地去呢 这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 是因为淮南王刘长犯了谋反罪 被弄到楚地去了 那么这个谋反罪的背后又隐藏着两个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 淮南王作为当今天子的弟弟 他为什么要谋反 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面再讲 大家先记得 第二个问题 他作为当今天子的亲弟弟 即使是犯罪 判他的入属监视俱住 那这个路途上也会受到各级官员的优惠的解态 为什么会绝世而死呢 我们先讲第二个问题 先讲他入属绝世而亡 原来汉文帝的弟弟淮南王刘长在入属途中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囚车 这个囚车我们叫做剑车 史书记载叫剑车 什么叫剑呢 剑就是四面有木栏杆围着的一个笼子 就是他坐这个囚车 四面都是定了木桩 木条 淮南王就在里边 囚车上面还贴着有封条 在沿途接待的时候 所有的县令都不敢打开封条 让刘长出来活动 刘长就这样坐着剑车 从都城前往四川 大家知道从陕西往四川这条路是很不好走的 那走的是蜀道 所以 刘长在路上感到实在是受不了 这简直是奇耻达辱 受不了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史记中间 淮南恒山列传中间 记载着淮南王留长在入图中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人生一世间安能意义如此 乃不识死 只拥 拥令发疯 以死闻 什么意思呢 说人生一世 哪能够像这样 受此奇耻大主 每一个县都是这样 所以他绝食了 走到庸帝 庸帝的县令 打开那个囚车的封条 发现淮南王已经绝食而死了 立即上报 这才有开始 汉文帝大放悲声的那一幕 汉文帝在痛哭之后 就对当时的一个大臣叫袁昂 他给袁昂说了两句话 我不听公言族王淮南王 就是我没有听您的话 最后导致淮南王就这样死的 那么汉文帝为什么对袁昂这个大臣 说这么一番话呢 原来当汉文帝听从大臣们的判决 把淮南王弄到属地监视居住的时候 当时这个大臣袁昂就给汉文帝提了建议了 提了两条 第一 你平时对淮南王过于骄纵 所以才发展到今天谋反这一步 这解释了淮南王谋反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汉文帝的骄纵 第二 淮南王这个人性子非常刚烈 你用这种办法叫他坐着球车 让他到入属地去居住 淮南王他根本无法接受 心理上无法承受 平时那么交衡 这一下子要坐着球车 一个线一个线的往四川去运送 这个途中万一有什么意外 死了 那么你就会赴一个恶名 叫你杀了你弟弟 那你怎么处理 当时汉文帝听说淮南的话以后 回了两句话 叫伍特苦之耳令父之耳 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叫他受一点苦 我很快就把他解脱出来 所以没有听 结果刘长死了 那汉文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才对那个大臣袁安说了那两句话 说我没有听你的话 结果导致淮南王死去了 那汉文帝就问 袁安这事怎么处理 袁安说好啊 把丞相玉史大夫这些人全杀掉 以谢天下 汉文帝听完以后 没有采纳袁安的话 而是让丞相给玉史大夫下了个令 把沿途负责接待的所有的县令 只要没有打开封条的 打开封条只有雍县的县令 其他的县令全部处死 这是第一 第二为淮南王隆重举行了安葬 按照祖后王的待遇给他下葬 而且设置了三户人家 专门为他守灵 汉文帝为什么这么重视淮南王之死呢 因为淮南王之死 有可能给汉文帝带来巨大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汉文帝所有采取这些办法 都是为了压住当时有可能出现的 那些负面的影响 这是汉文帝前缘六年出现的事情 到了前缘八年 两年以后汉文帝就下令 封了淮南王当时在世的四个儿子 他这四个儿子都很小 都是七八岁 封他四个儿子都封为侯 到了前缘十二年 出现了一个事件 就是在民间传了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就是当时的几句歌谣 传得很广 一尺步尚可缝 一斗素尚可冲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什么意思呢 尺步虽短 但是可以缝成衣服 斗素虽少 可以冲成米 兄弟两个人吃 但是兄弟两个人竟然不能相容 当然这个不能相容 显然不是指死去的淮南王不能容汉文帝 而是指汉文帝不能容他的弟弟活着 这个段子一传出来立即在全国就传上开了 大家知道这个段子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们现在有了手机 有了微信 有了互联网 这个段子流传大家 建的就更多了 其实在汉代就有段子流传 不过那个时候段子流传是靠口耳相传的 这个段子当时就流传很广 很快就传到皇宫里 汉文帝听说了 汉文帝听说以后 非常激动 他说当年姚舜放逐了自己的骨肉 这主要指大舜 周公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管鼠菜鼠 天下人反而称赞 舜和周公做了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以私害功 那么今天的人传这个段子 是不是认为我贪恋淮南王那四个郡的弟呢 因为淮南王刘长在生前拥有四郡之地 于是汉文帝就下令 承阳王刘喜迁到淮南王的封地上去 担任淮南王 这个地方我不要了 让原来的承阳王去做淮南王 而且追已经过去的 就绝食而死的淮南王 这个刘长给他了一个嗜好 叫利王 淮南利王 而且制的陵元 也像一个诸侯王一样 按这样的规格 来进一步的 这个搞好他的后事 这是汉文帝前元 十二年出现的段子事件 到了汉文帝前元十六年 汉文帝又采取措施了 把已经担任淮南王的刘喜 再迁回承阳 继续做承阳王 然后把控出来的淮南王刘长 生前的四个郡的地 封给淮南王刘长在世的三个儿子 他这三个儿子分别担任淮南王 恒山王 卢江王 把他父亲所占的地 全部封给了他三个儿子 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来平息民间的各种流言 甚至破例给淮南王的儿子 封王封侯 这一系列举措 似乎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做错事的伯父 在拼命地弥补自己的过失 可是听到这儿 我们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 淮南王刘长到底是为什么谋反 他是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呢 我们先说一说怎么谋反 淮南王刘长的谋反 应当说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谋反 很荒唐 为了把这个谋反说清楚 我们先介绍一下 淮南王刘长的身世 他的这个身世 我们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叫传奇 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间 他是很典型的 有传奇色彩的一个皇子 其实淮南王刘长的出生 背后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讲一下 就知道这个淮南王刘长 他是怎么出生的 他的身是个什么样子 这件事还要倒推回去 讲到汉高祖七年 当时汉高祖刘邦 因为平定韩王信的叛乱 在回朝的徒征 经过了赵国的都城 邯郸 经过邯郸的时候 当时赵国的国君 赵国的赵王啊 是刘邦的老部下 张尔的儿子张敖 张敖是给刘邦什么关系呢 张敖首先是 当时汉初所封的赵国国君 赵王张尔的儿子 这是一种角色 第二种角色 他也是刘邦的女婿 我们过去多次讲过 刘邦和吕厚有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汉惠帝 刘盈 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嫁给谁呢 嫁的就是张尔的儿子 张敖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 这个张敖和刘邦有双重关系 第一是君臣关系 第二是翁婿关系 张敖是刘邦的女婿 所以汉七年 刘邦经过赵国都城的时候 这个赵王张敖表现得非常殷勤 这个殷勤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穿上这个下人的服装 亲自为刘邦端饭 礼节非常周到 那刘邦对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对自己的部下 对自己的女婿 是个什么态度呢 史书记载了这么几个字 叫高祖集局力胜慢意志 集局是说刘邦坐在那的时候 两条腿插开 这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坐姿 一般汉代人坐的时候 是臀部放在脚后跟上 两个膝盖着地的 如果整个臀部放在地上 把两条腿向前 左前方跟右前方称开 像个波及一样 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做法 什么叫立胜呢 立胜就是臭骂 这个刘邦对他的女婿 他女婿对他那么尊敬 他骂他的女婿骂得非常难听 慢意志叫什么 就压根看不起他女婿 很不客气 结果张傲倒是很有涵养 把这一切都结束下来 仍然是恭恭敬敬地对待他的老太山 对待当今皇上 但是这件事情引发了赵国的大臣的不满 赵国大臣有这么两个人 一个叫冠高 一个叫赵武 特别是冠高 这些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们是张傲的父亲 张尔手下的老臣 所以他们很看不惯刘邦这么一套做法 说这些人都很气愤 他说我们赵王太窝囊了 哪能这样的受皇帝的气来 所以他们就下了个决心 要把刘邦给干掉 第二年 刘邦又从赵国渡城过 这一次就出事了 就在刘邦晚上下塔的博人县 安排的刺客 想半夜刺杀刘邦 结果刘邦这天晚上很奇特 睡觉之前 他突然感到有点心神不宁 就问 这个县叫什么名字 手下人告诉这个县叫 这个博人县 这个中国古代 这个博人给破人 这个因是相近的 相通的 他一听说 这个县叫博人县 他觉得不吉利 没住 连也又走了 他这一走 躲过了一次暗杀 第二年 高苏九年 逛高的仇家 直到这件事 就上了一个揭发信 把逛高 企图去年谋杀 高皇帝的事情 给揭发了 结果刘邦立即把赵王张敖 逛高这些人 全部抓起来 压到京城去了 这件事情是高祖九年 把他们抓起来了 但是 就是刘邦躲过被刺杀的这一年 就是高祖八年这一年 刘邦经过 这个赵国都城邯郸的时候 他的女婿张敖 当时是赵王 赵王张敖是出于好意 从自己后宫中间 选了一个美女 送给了刘邦 结果刘邦也很喜欢 就和这个美女 有了一夜之情 但是刘邦有了一夜之情 并没有住 就连夜走了 躲过了一次暗杀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这个女人就因为一夜之情 怀孕了 他怀的这个孩子 就是刘邦的第七个儿子 后来的怀南王刘长 所以刘长的身世是很 很有传奇色彩的 怀孕以后 这个谋杀案发作 发作以后 把赵王张老的这些人 抓到京城去了 手下的后宫的人 加上手下的大臣 全部抓起来 就在赵国 就地兼押起来 怀南王刘长的母亲 就被囚禁到那儿了 然后这个女人 她有一个弟弟 就上京城找到了 吕后身边 当时非常受宠的 碧阳侯 找到碧阳侯 她希望碧阳侯 能够在吕后面前 为她说说情 结果这个碧阳侯 并没有说多大的劲 吕后这个人又吃醋 吕后的醋就又很大 她听说又有一个女人 又怀了孩子 她恼死了 一个欺负人 一个赵王刘如意 她已经搞得她够心烦了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女人 又是自己的老公 还有一个儿子 所以吕后根本就不管 不管这个事 结果淮南王刘长的母亲 就当作犯人被关押住 最后孩子生下来 她的母亲就自杀了 自杀以后 看守淮南王刘长母亲的 这些官员 就把她这个小皇子 送到了京城 刘邦一看到 是自己的儿子 又听说她的母亲自杀了 感觉很对不起这个女人 结果后葬了她 就把这个小孩 交给吕后 让吕后好好来抚养 所以淮南王刘长的母亲 是生下来 她之后就自杀了 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 是由吕后代打的 正因为是吕后代打 她跟吕后的关系很亲 跟汉慧的关系也很亲 到了高祖十一年的失业 情不叛乱 淮南王情不叛乱 当情部的判断被镇压以后 刘邦就把她的皇妻子 就是刘长 封为淮南王 把情部所管辖的淮南四郡 交给了刘长 刘长就被封为淮南王了 这就是淮南王的传奇绅士 他是这么样的一个经历 生下来的孩子 淮南王刘长的身世 虽然充满了传奇和坎坷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以他的出身 最后能够封王 也算是幸运的 可是也恰恰是这种幸运 最终造成了他人生最大的不幸 据史书记载 淮南王刘长在谋反之前 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那他这个谋反这件事情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说到淮南王的谋反 我们的交代 淮南王的作为 和汉文帝对他的态度 这关系非常密切 汉文帝一继位 这个淮南王刘长 就觉得自己是 当今皇上的亲弟弟 所以他就特别任性 可以就说叫处处任性 任性胡为 但是他怎么样任性 这个汉文帝的 觉得是自己的亲弟弟 都原谅他 到了汉文帝前缘三年 这个刘长就去见碧阳侯了 碧阳侯一听说 是当今天子的弟弟来了 就见了 见到以后 淮南王刘长就从自己的袖子里 拿出了一个大铁锤 二话不说 对着毫无戒备的碧阳侯 就一下子击过去 把碧阳侯当场打死 又让手下的人 把碧阳侯的头砍下来 然后颠着碧阳侯的头 亲自跑到汉文帝那去请罪 他把碧阳侯的头扔到地下 对汉文帝说 这个碧阳侯该死 他有三大罪 第一桩罪 是我的母亲 不应当受到赵王 赵国那个谋反案的牵连 结果我的母亲受到牵连 碧阳侯 她是吕后的亲信 她可以在吕后面前 替我母亲说话的 她没有尽力 这是第一桩罪 第二罪 赵王刘如意的母子 不应当死 这个碧阳侯 没有在吕后面前 为赵王刘如意 说话 结果导致欺负人 和她的儿子 全被杀 第三 吕后大风诸吕的时候 实际上威胁到刘信江山 这个时候碧阳侯 没有阻止吕后 她可以阻止 没有阻止 所以碧阳侯有三大罪 她该死 然后我是抱母之仇 杀了碧阳侯 最后怎么处理 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 是汉文帝 竟然没有处罚她的弟弟 赦免了她弟弟 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 这么一件大事情 杀了一个重臣 汉文帝丝毫没有责罚她 从这以后 史书记载有这么几句话 历王以此 归国亦交资 不用汉法 出入称禁弊 称智 自卫法令 你与天子 什么意思呢 因为她杀了一个猎侯 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所以回到淮南国以后 她更加任性 妄为 她不用汉朝的法律 自己出入都要戒严 像天子出入一样 而且 她把自己下达的亡命 像皇帝的命令一样 来执行 自己执行一套法令 完全不用汉法 这种做法 引起了大臣的不满 我们前面讲过一个大臣 叫袁昂 袁昂在当时 就对汉文帝有一个劝谏 说了这么几句话 叫诸侯太焦 必生焕 可是消帝 什么意思呢 诸侯太焦横的话 将来会生大祸化 应当适当地 削减他们的封地 结果汉文帝没有采纳 没有采纳的结果 史书记载是 淮南王一横 淮南王更加焦纵 这才到了汉文帝前缘六年 这个淮南王刘长 竟然召集了七十个人 用四十辆车 准备谋反 这个事情很快被发现 抓起来了 所以这个谋反案 让我们今天看起来 非常荒唐 七十个人 四十辆车 就要搞谋反 这在中国历史上 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这样的人力 这样的战斗力 那是根本发动不了叛乱的 但是刘长竟然就用 七十个人 四十辆车 就想发动谋反 当然这个事发以后 大臣们就要审议这件事情了 那么汉文帝就下令 把他弟弟花南王刘长抓起来 送到京城 以丞相张苍为首的大臣们商量以后 给刘长定了六大罪状 第一 是蔑视朝廷 不听诏令 第二 是不遵法度 自比天子 第三 是任意涉官 欺骗天子 第四 是善未法令 不用汉法 第五 是网罗逃犯 杀人灭口 第六 是策动谋反 阴谋不轨 六大罪状 证据确凿 结果这个 一审的结果 以丞相为首的这些人 上报的结果 是 判死罪 把华年王刘长定为死罪 汉文帝是怎么处理的 汉文帝说 朕不忍制法与亡 我不忍心 对我弟弟 用这么严酷的刑法 你们再商量 第一次审判 被汉文帝否定了 丞相张昌 等四十三位高官 再次合议以后 仍然认为 刘长这个谋法案 不能宽恕 还是要执行死刑 汉文帝最后是 设起罪 废物亡 亡可以不让他当了 但是罪要赦免 然后丞相张昌 再次代表大臣上表 认为刘长犯了 确实犯了死罪 既然你不杀 那怎么办呢 把他发送到四川 去监视居住 然后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的母亲 跟他一块去住 要当地的政府 给他盖好房子 给他准备粮食 供给他柴米油盐的日常品 然后这件事情 要昭告天下 最后 汉文帝答应了大臣们 第三次 合议的这个决定 但是还特别做了规定 可以让我弟弟到四川去 但是要做到什么呢 每天供给他五斤肉 每天供给他两斗酒 另外还要选十个 他平时喜欢的美女 跟他一块去 那么其他参与谋反的人 全部处死 这样一来 刘长才会死在 附属的途中 如果我们把 环南王刘长 一生的最后阶段的事情 排列一下 大体上我们可以 划分为这么 五件大事 第一 前元三年 他杀死了碧阳侯审一级 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前元六年 因为谋反罪 判他到蜀地去 他在途中绝食死亡 前元八年 封他四个儿子是猎侯 前元十二年 出现了那个段子 前元十六年 封了他剩余的三个儿子 都为诸侯王 这就是 淮南王 他一生中间 最后阶段出现的事情 所以淮南王的谋反 应当适合 汉文帝对他的态度 密不可分 汉文帝对他非常宽大 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非常宽容 当然这个宽容 还要加个引号 宽容到什么程度呢 宽容到他蓄于杀侯 蓄于杀了一个众臣 没有受任何处罚 所以他越来胆子越大 越来胆子越大 越来越不满足于 只做一个四郡之地的 诸侯王 想弄了七十个人 四十辆车就发送进场 叛乱 想当天子 最后 很快失败 被发送到蜀地区 在途中 绝食而死 淮南王流长的所作所为 简直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杀大臣 建越 每一项都是重罪 可是让人奇怪的是 汉文帝对他的胡作非为 竟然没有给予任何惩罚 可以说 汉文帝对他的宽容 已经到了溺爱的程度 而这种宽容 也使得淮南王 愈发的变本加厉 最终走上了谋反的不归路 那么汉文帝究竟为什么 要对刘长如此的宽容溺爱呢 我觉得 汉文帝对他弟弟 这个宽容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 带有很强烈的纵容的色彩 淮南王流长之死 就是由于他任性胡为 太任性了 干什么都不受处罚 当然他任性 他这个任性 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环境给他造成的 我们看有两个时期 他是不任性的 第一 吕后在位的时候 他妈死了 他跟着吕后长大 他恨碧阳侯沈一吉 但他只是心里边恨 表面上丝毫没有带出来 他不敢任性 第二 他谋反被抓起来以后 一直到宋王属地的途中 他不敢任性 可见他并不是一个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任性的人 而且在他犯了死罪 把他押送到这个属地区的途中 他还说过这么很有名的几句话 我们通过这几句话可以看到他的性格 他这样说 他说谁为乃功勇者 我安能勇 无以骄 故不闻 武过 至此 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只是因为太骄傲了 太骄横了 我从来听不到别人指责我的过错 所以我才发展到今天的地位 这是刘长自省的话 你从刘长自省的话 可以想象 刘长在押送到属地的途中 坐着球车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是平时听不到 有人批评他 才走到今天 他的任性 是他周边的环境给他造成的 是由于他哥哥对他的骄纵造成的 那么汉文帝对他弟弟 到底是宽容还是纵容 我们看两件事 第一 这前面我讲过了 当淮南王刘长杀了碧阳侯 沈一吉的时候 当时袁昂就向汉文帝说 诸侯太骄必生患 当时就指责出来 要削他的地 汉文帝没有答应 其实汉文帝给觐见的袁昂两个人都很清楚 一个人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骄横不乏 任性胡为 无非是两点 第一 有人骄宠 第二 太有实力 有实力的人 受人骄宠的人 才敢任性胡为 为什么一般的人不敢任性胡为 没有那个实力 没有人骄傲你 你敢胡作非为 马上就被你抓起来 绳之以法 他不敢 而淮南王刘长氏什么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 第二次觐见 是汉文帝听从大臣的意见 判淮南王入蜀 监视俱诅 当时这个袁昂又提出来 这不行 你平时对他那么浇灌 你现在突然不能这样 用球车压着他到那去 他受不了 一定会死 一旦他死了 天下人就会说 你杀了你弟弟 你在背这个恶名 袁昂两次觐见了 汉文帝都没有采纳 汉文帝是不是一个 听不见别人意见的人 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叫文领之志 文领之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 汉文帝是一个非常有人德的皇帝 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受到好评的一个皇帝 汉文帝是一个纳贱如流的皇帝 所有大臣们给他提意见他一律采纳 我们看史书这样一段记载 这段话什么意思 说你从代帝到中央政府来担任皇帝 大臣们给你上剑 你都把车停下来 接受人家的意见书 可用就用 不可用你就放在哪 同时你还要表扬那个给你提意见的人 这样一个从见如流的皇帝 怎么会对元岗两次觐见都听不进去呢 这很奇怪呀 凡是知道淮南王性格的人就会知道 淮南王这样一个处理 将来必然会走到谋反的路上 淮南王这样一个性格 突然中间被他关到囚车里 他必然会死在路上 淮南王两次觐见 汉文帝刘恒都没有采纳 我觉得这不是忽视 而是出自 出自友谊 友谊不采纳 以汉文帝的智慧 他能解决 众臣周伯 能解决 能解决黄族派的刘湘 刘彰 刘兴局 把功臣派给黄族派最能够威胁他地位的人全部打下去 这么一个皇上 他怎么能够看不明白这件事呢 因此只能说这叫友谊放纵 通过放纵让他弟弟一步一步走上不归之路 假如我们同意这么个看法又带来一个问题 汉文帝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有人爱之心的皇帝 为什么对他的亲弟弟这么狠呢 为什么对弟弟下这样的狠手呢 我觉得汉文帝和他弟弟淮南王刘长的关系是双重关系 第一兄弟手足 第二君臣 这个君臣关系很重要 汉文帝在这里边有两个衡量过重 第一当他弟弟在世的时候 他对他弟弟对皇权的威胁考量过重 所以他才放纵自己的弟弟 要除掉他弟弟 第二 当淮南王死过以后 他对淮南王刘长给他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考量过重 所以又是封 封他的四个儿子为了侯 然后封他的三个儿子为王 总而言之 汉文帝完全是从自己君王的角度去看待他的兄弟关系 所以才出现了这些问题 当然刘长兹是首先是自己作孽 不作就不会死 这个怪不得别人 是他自己所作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指出来 汉文帝对他弟弟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点 民国时期有一个作家叫蔡东藩 他写过一个中国的这个二十四史的通俗演绎 蔡东藩就吃这样一个看法 而且蔡东藩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左段中间不是有一个正博客段语言吗 当时的郑庄公为了赶走杀死 他母亲特别宠爱的他的弟弟公属段 就有意的放纵公属段 一直到最后公属段发动谋反 被郑庄公一举打败 驱逐到郭爱去了 把他母亲也流放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叫郑博客段语言 左段中间的名片 蔡东藩先生就认为 其实在这个故事中间 汉文帝就扮演的是汉代的郑庄公 淮南王刘长上演的就是汉代的公属段 他们两个上演了一场汉代版的郑博客段语言 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觉得汉文帝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代明君 开创了文景之治 对于西汉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这个人 我们也可以送他一个绰号 叫终结者 叫终结者 他在肉体上终结了皇族派的 刘湘 刘章 刘兴菊 然后又终结了他的弟弟 淮南王刘长的性命 在政治上 他终结了立他为帝的 功臣派的周博 所以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终结者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